SY 負責讓家做면i Hello 大家好 我是問宜 我今天要來跟你們做介紹的 是有關於衣服的部份 有時候我們個人工作是會接到 衣服會有排汗衫跟唇棉這兩種衣服 再來我們就分衣服的顏色 白色跟深色為主 像排汗衫的部份它是鋸質纖維的 我们就会搭配热身滑的墨水 再加上热身滑专用的纸张 它才有办法直接印制 然后不会有任何的胶盒的部分 那它就是针对白色系会比较好 那再来还有我们的棉梯的话 它就是会像有前梯纸 那它也是可以搭配我们的热身滑的墨水 前梯纸再去印制出来这样子的效果 那它就是微微的会有一些些胶感 那像现在比较流行CTF的部分 它也可以印在我们白色系的部分 所以效果也是会像这个一样 那再来我们今天再来介绍深色的棉梯 它有点比较多种方式 比如说像以前的像它是喷割胶膜 它的胶膜就会比较厚重 然后像它一定会要留边 或是这种四四方方的 但它胶口就是比较厚重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做深梯纸 深梯纸的话它还要搭配就是我们的割字机 才有办法去寻边割出我们样的形状出来 不然正常都是会像这样子四四方方的 没有办法有去割出我们样的形状 那这就是搭配割字机才有办法 那再来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 DTF柯师烫化的话 它就不用搭配我们所谓的割字机 或是说喷割两用机就比较昂贵的机器 那它也可以做出像这种渐层色 免挑还有这种比较大版的 这就是DTF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完我们衣服可以硬制的 纸张或是机器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FB或是来官方留言 谢谢拜拜